俄国与欧洲攜手筹划驻扎月球 欧盟与俄国正联合筹划登陆月球南极的任务 若成功人类朝月球驻扎基地的梦想 渴望迈进一大步 欧盟与俄国太空总署计划在五年内 将月球登陆器LUNA27送上月球 探测月球南极埃托肯盆地 由于月球南极不太受太阳光照射 该区比其他区域更黑暗、寒冷 科学家表示 月球南极有结冰的水聚集地表 将来在此进行太空任务的人类 或许可以利用此处的水分作为资源 欧洲太空总署ESA希望赶在2024年 就在月球南极建造月球住屋 ESA计划在月球表面设置充气圆顶屋 作为太空人的居所 3D电影机器人将在圆顶上盖一层泥土顶 ESA表示 未来几十年内 他们希望建造的月球基地将可取代国际太空站ISS 成为新的太空人驻扎基地 好让太空人体验异心生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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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